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讲《圣大解脱经》 《圣大解脱经》正在讲佛陀跟徐空藏菩萨的对话 前面讲了《圣大解脱经》的名称 当时徐空藏菩萨问这部经的名字叫什么 怎么样受持 然后佛陀就告诉常常的名称 徐空藏菩萨也是说我在无量的佛面前 无量的众会和无量的群体当中听过各种各样的法 诗 详 诚 诚等但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好的法 所以说 我要长期不间断地受持这个法 这样 昨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今天继续说 世尊如来常住 法身不灭 善解众生 自生自灭 不见如来即发生 常言灭度 他这里 徐空藏菩萨继续讲什么呢 这个世尊其实如来应该是常常安住在世间当中 不仅是如来安住 如来的法和追随者的僧众 也是常世不灭 这是讲三宝的自信 就像《宝宣伦》当中讲的一样 从自信方面讲三宝永远也是没有灭的 那么灭的是什么呢 三界众生就显现上是依靠业力 也可以自己产生在这个世界 最后自己也灭亡 也灭亡 而且这种众生 他们就不会见到如来的常有 不见如来 还有也不见如来的法和 不见如来的僧众 最后自己的僧众 因为他们经常看到的什么呢 毁灭性的 无常性的 不永恒的 不坚固的 不寂灭的这样的一个像 所以他们就见不到真正如来的本像 而且常言灭度 他们经常认为 言说三宝会有违法的 它是灭度的 这个是一般世间众生的见解 然后徐公藏菩萨说 我等经者成佛为生 与三世间随宗 改为随世 随树 世俗的世俗 俗人的树 随树 世以加强灭度 那么 去公藏菩萨说 我们今天得到了如来的威胜力和加持 可以遨游三界当中 但在行持三界当中的时候 我们只能随从世间的世俗法 世俗的传统 习惯 那这样的话 加力成为如来和三宝有灭度的 本身是 本性当中三宝是不灭的 但是只有随随世间在名言当中 我们也会承认三宝是无常的 不是常有的 在这里讲了这样的两地 二地的道理 然后徐公藏菩萨继续说 世尊 我等经者与佛灭后 当于八万九大佛会法僧大师 流通此境 他当时这样的一个承诺 徐公藏菩萨说 这个佛陀将来灭度以后 实现涅槃以后 那么我们和八万个完全通达佛的智慧 他这里有些里面说是八万九愿 但是这个愿可能不对的 有很多版本当中大 这里是对的 也就是说八万个法僧大师 我们经常说的是通达佛的空性境界 这样的法僧大师一起流通此境 弘扬圣大解脱境 跟当时徐公藏菩萨有那么多的大菩萨 和大圣者一起准备弘扬这部法 弘扬这部法是所有的法界众生 这里我们经常说法界众生 实际上云云众生也好 很多的众生 是很多的众生受持这部经典 读诵这部经典 并且让他们入力地说修行 这样以后一时成佛 又不放射 这些众生后来很快就成佛 连一个都不剩下 全部得到如来的境界 又不舍弃的话 这个可能解释的时候 这样可能会好一点 这些众生通过读诵 受持 修行 这样以后 最后统统都得到佛的果位 所有的见闻觉知 这部经典的众生 一个都不剩下 全部入于如来的境界当中 当时徐公藏菩萨也是对如来的一个承诺 对佛陀的一个承诺 然后又说的是尊 如果三男子和三女人 与否灭度以后 作恶事当中 如果有人受持 读诵 还要受邪 然后什么忆念 这些 还有让别人受邪 他藏文当中是 令他人受邪等等 这样有多大的福德功德 徐公藏菩萨带我们这些后来的众生 问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佛陀你已经灭度以后 在末法恶事当中 如果有人自己受持 还要读诵 受持的话 我们经常带着法 读诵的话 自己念诵 作课诵 然后还要收写经卷 收写经 还要让别人收写 这样到底有多大的功德呢 这个时候佛陀对这部经的功德讲得非常好 我想很多人这次得到《圣大解脱经》的功德之后 大家也应该很认真地对待 以后自己在自己的修行当中要 不管在哪里 这个没有什么差别 修行在哪里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有些说只要非要在寺院里面 非要在寂静地方 非要在园里人群 当然如果有这个条件是最好的 否则你可能依靠恶友和依靠恶的环境 出学者确实是比较难的 有一定的困难 但如果不具足这些 在现实问题上 如果你不具足这些 有了这些经典的传承和有了这些经典的理解 自己随时随地也可以修行 修行应该不分什么环境和不分什么时间 应该时时刻刻 在何时何地都应该要修行 所以前面我觉得 经典的功德特别大 佛陀告诉虚空藏菩萨 散难自主 如果以三千大千世界满中珍宝 以用布施 布入尽 闻辞尽名 服胜于毕 如果有人整个三千大千世界 大家都知道 一千个小千世界乘以三 最后三千大千世界 像大智堕罗 有些里面百亿 有些说是亿亿 但不管怎么样 数法都不同 凡是特别特别多的世界 特别特别多的世界当中 装满珍宝 然后布施给众生 那肯定功德是非常大的 那有些人只是听到经文的名称 我们这个《圣大解脱经》这几个字 或者说是大解脱经 我们藏文当中经常 塔尔瓦金布文多 就是大解脱经 你听到这个经文的话 这个功德远远超过千知 这个真的是不可思议 光听到 以前我们讲《法华经》的时候 经文的功德也是说过 讲《金刚经》的时候也是《金刚经》的功德特别大 像《法华经》的话 里面也有说是 若问法华提摩之者决定不读四恶趣 次大方光功德难读 《法华经》的话 光听到他的提摩 不会堕入四恶趣当中 我们经常说的三恶趣加上一个阎罗世界 四恶趣 这样的方光大乘经典的功德不可思议 讲《法华经》的时候也是在《三宝感应录》当中是这样讲的 《三宝感应录》是松草的时候有一些大的变大 是里面有佛宝的感应 法宝的感应 僧宝的感应 记录了很多的 中国好像不是特别的著名 但是据说在日本 在其他的地方 包括泰国很多地方译成不同的文字还是非常受欢迎的 《盖应录》当中也讲到了《法华经》的名字 听到的众生不多四恶趣 所以我们从蒙众一上看了确实这部经的功德太大了 以前我们讲《能言经》的时候也功德很大 当时很想很多人都听圆满 但是后来也没有 因为变成各种各样吧 去年《圣大解脱经》的时候当时是可以直播的 当然有那么多人我当时也是很欢喜 不管怎么样让他们听《圣大解脱经》这些 佛菩萨的名号 这个经的名称也是很好的 但是一切都是无常吧 有些众生可能福报也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现在只有这么少的人有这个机会听到的 大家也应该想到这就是来自不易的 下面也是会讲到光听到《圣解脱经》 一般你没有信仰的人就觉得 这个哪有那么困难的 简单的很 我随时都可以听到 但也许是这样的 也许不是这样的 自己好好地思考 听到精明的功德是这样的 福知世事 福知世事再说或者扶持 可能赞文当中也没有很明显的意思 可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若人以十千世戒 刚才是三千世戒 现在是以十千世戒也满珍宝 然后以作布施 那这个功德当然是不可思议 但有些人摄持金卷 受持 这个摄持和受持是一个意思 你就经常拿着《圣解脱经》 经常带着 经常要么挂在你的车上也好 或者你的身上像《细解脱》一样的 其实《圣打解脱经》也可以算是 它是一个《细解脱经》 或者是做《专经论》 凡是你对这部经很有信心 经常佩戴 就是这样 这个福报它的福德 远远超过刚才十个三千大千世戒 刚才前面是三千大千世戒 这里是四个三千大千世戒 装满珍宝 布施给其他的功德 这个功德完全都没办法相提并论 这是受持的功德 付诸实施 如果有人以十方世界装满珍宝 一做布施 那这个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 但这个不如有些人收写《大乘方观 圣打解脱经》 哪怕是一个字 一句话 《圣打解脱经》里面的一句话 或者说一个偈颂的话 它的福德也是远远超过千字 刚才不如有人收写 《圣打解脱经》里面也可以加一个吧 使他人收写 自己写 或者让别人写的话 那这个功德 一字一句一颂 这个是真的 我们可能一般来讲 不懂大乘佛法的人来说这个是有点太悬了 就有点很难想象 《圣打解脱经》里面我写一个字 或者一句话 一个偈颂 哪有这么大的功德啊 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吧 但这个也是应该的 因为我们大乘佛法要么他是愚者的境界 愚者是依靠一种信心来接受 要么是很有智慧人的境界 他是依靠智慧来观察的 但众等人经常舍弃或者产生怀疑 有这样的 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 受写的功德 所以以后大家有这个条件 有机会的话 那么自己应一些《圣打解脱经》 到时候可以给别人结缘 当然现在我们可能应的时候也不能先应得太多了 不然大家都可能因为现在佛教圈子就是这么大 如果你应得太多了 这样到时候连放的地方都没有了 所以这也是一种困难 先应该比如说你能应得一千本 两千本的话 那就在比较适合的地方 有些人能结缘的地方 包括你有一些寺院 你有一些道场 其实在汉地结缘这些应该是很方便 而且这些人当中很多人是有这方面的信仰 尤其是像五台山 九华山 葡萄山 恶弥山这些 包括有些游客当中 他们都有这方面善根的人 这样对他们结缘也是很好的 我们以前通过受写 福音这样的 现在也更方便一点 还有如果在这方面 不是特别的有能力的话 可以把它做成一些点子数 在网上给有缘的人可以转发 这样也是很好的 实际上也是一样的 那么依靠自己的技术来做成很精美的这种技术 传给有缘人的话 应该也是很好的 我们有些人自己是一个明明是佛教徒 但是他使用的这些 包括现代科技的一些工具 都是完全非佛教徒的行为 偶然可能这样也是信有可原的 可能人有自己的习气 有自己的爱好 但是始终都是看不出一个佛教徒 经常都是做一些时间当中的 当然你的身份是比较特殊 不太方便的话 这个是理解的 因为有些人因为家庭的原因 朋友的原因 因为工作的原因 地位的原因 还有等等 有各方面的 我们看不到很多的束缚 那么有这样的当然是也可以的 依靠随顺众生 没办法的 只有这样的 但是一般不需要这样的担忧 这些人有时候依靠现在有一些好的因缘 对其他众生有可能会种下善根 有可能对他们得到了真正的今世和来世的利益 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跟以往的生活方式 和一些弘扬佛法的方式也不一定完全都要相同 这是第三个方面的 第四个方面也是福知世事 虽然布施无量的 果珍宝就可以 中间的执子就不用 虽然用布施无量的 这里的果也是世界的意思 无量世界的珍宝 但是不如执心地读诵这部经典当中的一句 或者是一个偈颂 那么这个功德也是远远超过 也就是说刚才布施的功德 没有办法比我们读一遍 所以藏地很多人都开始念《圣大解脱经》 我那天也讲了 有些人一直念《圣大解脱经》 把它当作一种课颂 现在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博物馆 有一些图书馆里面 《圣大解脱经》很古老的 那天我们好像念著图书馆里面也有个谁的念诵文 到时给大家也看一看 也是《圣大解脱经》特别古老的 很多人一辈子念《圣大解脱经》 这样确实对自己的相续种下非常好的善根 《万善同归记》当中也是说 意思就是说 一个佛号或者佛局 如果寻染了我们的身世 寻染了阿赖耶士 那《圣大解脱经》当中它不会复修的 这样的善心 一个善法如果如于心 那万世当中它不会消失的 确实很重要的 我们对别人说听一部经典 或者说听一堂课 或者说听到一个佛的名号 也许有可能我们不会觉得是什么样的 但是一个干渴的种子如果一滴水 它依靠这种因缘慢慢有发芽和成熟的机会 所以说这种善心我们千万不能忽略 哪怕是如果我们实在其他都不行 一念当中念一遍《圣大解脱经》 确实也是功德非常大的 复制世事 虽然不是十千个世界当中满众生的生命 这里的意思就是给十千个众生的这些 十千众生 遍满十千众生的世界的众生 都给他们无为布施 赐给生命 他们马上要造杀了 然后你给他布施 每一个众生布施生命的话 那当然是很高兴的 不要说十千个世界当中的众生 哪怕是一个地方处在场的众生 如果我们去放生 不为布施 这个功德无量的 但是这个功德不如执行戒业一句 为人所一戒之义 复生于彼 那么给别人讲的功德更大的 意思就是说我们真诚的意义 把《圣大解脱经》里面的一句话 或者一个偈颂 说给别人 对有缘的人 那这样的话 他的功德远远也是胜过他 有时候我们去放生 当然放生的功德很大 但是我们念《解脱经》 或者给别人讲的话 那这个功德更大 所以你看 我没有去放生 有些人天天放生去 然后我就在这里讲个《解脱经》 就远远超过好多 有些人每年都放一百天的生 这是佛陀说的 不是我说的 你们不要搞所离监狱 你看这句话是怎么说的 下面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做一些辅导 如果我们辅导以后可能圈子小一点的 人 比如说两个人 三个人 这样多机会 互相都有讲的机会 不然一个大的群体当中好像一直听 虽然我们时间也比较短 我们象征性的 不是真正的一个辅导 但是也是为了种下一个善根和大家一种记忆 所以你们看情况吧 如果一个人讲也可以 但是有几十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听的话 轮不到好长时间 有时候两三个人自己讲也可以 或许想今天你讲 明天我讲 这样也可以功德也比较大 你看一句话或者一个接颂 那这样还是功德很大的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财布施 实际上这是世间的布施 他可以张扬性命 但是他就不出世间 因为虽然我们财布施可能有吃有穿的 让众生不会饿死的 还是挺好的 但是光依靠财布施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 不能处理世间的 而大乘的法布施 其实这里的大乘法布施 前面我们读诵也好 给别人 尤其是刚才后面讲的 给别人做法布施 哪怕是这里面的一个偈颂 一句话给别人讲的 那么这样 张扬众生的菩提道根 张扬众生的菩提善根 本来众生都是有菩提的善根 这个可以滋润和张扬 还有 能须善成智慧常明 这个里面稍微有一点不同的 但应该也可以吧 能延续善成智慧之明 常明 常明的说法 但好多几个版本当中都这样 意思就是说能延续 因为我们做法布施 一个是让众生的善根不会毁坏的 还有能延续善闻和愿觉菩萨成的智慧的命 常明 智慧常明 智慧常明 智慧之明 智慧明 藏文当中也是智慧明 意思是常明 智慧常明 延续智慧 须佛毁明 好像有一个里面是常明三难词也有这样子 但这个可能不对的 藏文当中是 延续善成智慧明 然后我告诉三难词 对吧 但这个地方有这样的 主要是做法布施的功德吧 就像《大宝积经》当中也是有 三界诸乐据 今次十亿人 不如一界识 功德为最深 三界当中所有的乐据 我们全部布施给有些人的话 当然很高兴的 但这个功德不如对别人讲一个偈颂的功德 对别人讲一个偈颂应该对我们来讲也是不难 当然我们讲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非常小心的 尤其是讲经和讲论的话 一定要不能心口开合自己随意地乱说一通 这样的话肯定不行的 一定要很认真的恭敬心和欢喜心来讲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这个法布施的功德是非常大的意思 那么佛告诉虚空藏菩萨 善难辞持持经者 下面讲持经的功德 以前是不好的人 自从弘扬或者受持这部经典之后 这个人完全都变了另一种人 我们不能小看以前只是猎人这是屠夫 这是一个如何如何坏人 现在也是一样也不对的 因为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以前是没有遇到《圣大解脱经》的时候的那个人 现在已经遇到《圣大解脱经》了 那这样的话他的相续都会有改变的 有些出家人以前在家的时候就可能无恶不作的 但后来因为出家以后他的形象和心态都已经变完了 所以说都有变化的下面佛陀也说 这个善难辞 受持这部经典的话 本来虽然这个人是恶人 但是因为受持这部经典的话 从今天开始就已经变成了善人 变成好人 本虽苦人 但是竟是乐人 本来这个人是一种天天都是出灭苦脸的 非常痛苦的人 我们世间当中有些人真的是心态 可能前世的因缘吧 凡是苦的成分比较多 乐得很少很少的 几乎没有的一般有些人都说 我们这里有些道友说的嘛 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人笑 这个人会笑啊 真的吗 我从来已经十多年了 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的微笑 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的牙齿 所以有些是比较真的是一种痛苦的人 这样的 但是你《圣大解脱经》以后 有时候可能会有点微笑 有时候看起来牙齿全部不一定看出来 但是只能看到一两颗牙齿 又会这样的 所以《圣大解脱经》加持很大的 其实我们认真的有时候还是应该值得开心的 我最近在一个资料上看到厄米山 他们每天都是背那种水泥砖 因为厄米山山上的好多建筑都是一砖一瓦的 全部都要背上去的 但有一个女的她每天都是背两百六十斤 有了背的话她特别开心 因为有工作嘛 有时候都是经常没有工作 但一天都是这样背着上去 一步一步地上去 但有这样的工作的时候特别开心 每次都是背的话都两百六十斤 我想到我们很多人可能不要说两百六十斤 一百斤背到坐吉波罗都可能很困难的 所以人有时候看到他们的微笑的话 我们整天都是在这样的生活当中无有无虑的话 我们可能还有很痛苦的样子 所以有时候内心的快乐或者脸上的微笑 或者心态的平衡在某种意义上 是不一定依靠生活的被迫或者无知来决定的 应该人自身都可能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没有对比的话也不知道超生 《圣大解脱经》没有学之前特别痛苦的人 自从遇到这个经以后 以后就看到小龙了 本来是疏忽的人 被烦恼疏忽 没有自由疏忽的人 学了这个经以后就解脱人了 本来是他没有得度的人 后来学了这部经以后 已经可以从善事当中也好 轮回当中 可以有救的 有度的 有希望的人了 虽然本来他是没有智慧 非常愚笨的人 但是学了这部法以后就开始打开智慧 到处都去弘扬圣大解脱经 已经变成了法师 论师 哇 以前是什么都不懂的 后来自己的奴隶 各方面心也可能很善吧 这样的原因 确实是自己都已经变成了大法师了 以前有些是大法师 然后慢慢变成了 可能越来越不行了 也有这样的 本来是有落的 后来学了这部经以后 他的相续都是无落的 本来他是反复性 他的行为都是反复性的 但受持这部经之后变成了圣性 所作所为都是圣性 本来是世道的 对这个道 背道而慈 失去了道 没有很好的修行 但后来入于真正的圣道 本来这个人从他的身体来看 完全是反复的 但是因为受持这部经典的原因 他的智慧 通圣者的智慧 跟文殊菩萨和弥勒菩萨没有什么差别的 因为他也是趋入这样的 那天我们讲到的 究竟一诚的这样的境界当中 然后我们也是如果经常按照经文里面 所讲的那样去行持的话 都变成了圣者 本来他相续当中具有特别多的贪嗔痴满意烦恼 受持这部经典之后 共诸佛如来 通有涅槃 之后他所有的跟如来没有什么差别了 共同有如来的境界 所以我们众生的相续也是很微妙的 依靠一种特殊的因缘也许可能变坏的 完结不复 有这个可能性的 依靠一个好的因缘也许可能短短的时间当中 从凡复到圣者 已经到的圣者之间 所以也是在刚才我用的《万山同归记》里面 有一句话叫 众生本妙不可度量 呼吁因缘 激发不定 我觉得很好的 大家应该记住 因为众生的心很微妙的 你没办法进行揣测或者度量 很难的 你说这是好人 这是坏人的话 很难说 因为他遇到了偶然因缘的时候 也许可能会成熟 受信 很快的时间当中会证悟 有这样的 但如果弄不好 可能也会有一段时间当中迷失 所以我们可能跟以前的一些行为 平时外在的一些行为不一定能度他的内在境界 所以佛陀也说 除恶之外就没办法衡量众生的相续 原因也是这样的 我们以前特别恶的一个人后来依靠一种因缘 也许遇到了就像《圣大解脱经》一样 从此之后完全都改变 我那天不是讲了吗 我们多摩斯的一个僧人 以前相续确实是比较出名的了 好多事情在家人都已经同意了 所有的矛盾都和解的话 他非要打架 非要不信 很那个的 但后来听到大眼神会以后完全的 这个人可以说是判若良人 跟以前的以后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们的法特别相应 如果上师对你特别相应 然后这个方式对你特别切记 这样的话依靠一个短短的教言也好 或者说像以前的马僧比丘 舍利子 他们的因缘也是依靠一个偈颂 比如说诸法因缘神 诸法因缘灭十大萨门书 那样的一个偈颂完全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命运 所以有时候确实是这部经典很有可能 让我从凡夫到圣者位 或者说我外相依然是以前的人 我们有些时候遇到一些朋友 啊 你已经出家了 哇 天啊 这样一看 他就想起了 以前这个人是什么样的 我以前刚出家的时候也很多人对我这样评价 我自己都特别不好 啊 你已经出家了 哈哈哈哈 有些人一直用另外一种绩效来 但后来我也没有什么大成就 但不管怎么样反正信仰还是一直坚持下来了 这是依靠上师三宝们的加持 所以我们从外在上看的话 一个人的变化可能自他都很难相信 但是依靠大乘佛教什么样的因缘可以发生 这样的 下面这个时候 虚空藏菩萨 白福言 世尊 你不是所说的本来是凡夫心的 但今天马上就变成了圣者心 本来这个众生已经具有一切束缚的烦恼 然后受持这部经典之后 你不是说跟诸如来和同等涅槃 同有涅槃 那普莱斯烦恼那么重 你说只要这部经典就像我们念《习解脱》一样的 就跟如来同缘分了 已经同样得涅槃了 那这样的话 他说有点不理解 虚空藏菩萨也是有点不理解 他说 如果这样的话 比如说破了四根门戒 犯了无奸罪 还有绑了大乘佛法 这样是不是受持这部《生大解脱经》 这样断除一切烦恼 同等涅槃 是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的这部经典是那么厉害 那我们显宗里面已经讲破戒 造无奸罪 谤法 这些是最严重的 非常非常严重 比如说汉地的《入大乘论》当中 也是有谤法之罪 过于无理 恶道长远 救受苦报 就是说谤法的罪 已经超越了无无间罪 那么长期在恶道当中受苦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那那么严重的罪业都是 依靠这个经念纪变 或者说受持 听闻 给别人宣说 那这样的话真的是断除烦恼 跟如来一样的 通到涅槃吗 此一难命啊 这个我实在是难以理解的 就有点觉得前后有矛盾也好 或者我有点不解 有时候你说无间罪和谤法罪的话 这辈子都很难清楚的 那有时候只要念一个《圣大解脱经》 什么都解决了所以我有点不明白 为缘世尊 当为所知 请你能不能跟我们再次讲一下 这个因果是很奥妙的 我们都有点无理于理了到底是哪一个 我们也可能有这样的译问吧 一会儿说 这部经典是特别特别好的 那这样是不是世间当中的业力特别严重的人 依靠这种经典来能铲除 是不是 那么下面佛陀说佛言 善哉善哉善难哲 如能善闻 无能善大 佛陀说 哇 你太好了 太好了 善难哲啊 你闻得非常棒 我打得更好 有时候看到佛经整个这个场面 展现还是很有意境的 一切众生以不知佛果写见犯戒 诽谤正法 他说 因为下面的公案 这个地方还是佛陀回答的时候 凭上我们回答的方式稍微有点不同 这个要大家好好地专注 一切众生因为没有遇到佛陀的缘故 他可能会产生邪见 犯戒律 帮大乘佛法 或者造五无间罪这些 若佛在世终不犯戒 如果遇到了佛陀 佛在世 在现场 这样的话 不会犯这些戒 包括诽谤正法 这些也是不会发生的 何一故下面就开始讲这个缘起 下面讲一个故事 也算是一个比喻 所以用这个道理来讲我们这两天 佛陀对他虚空藏菩萨的问题得以回答 下面的比喻是什么样呢 他是这里这样讲的 譬如有一个长者 他唯有一个特别特别喜欢的儿子 他有一个字 爱之慎重 特别爱他 特别喜欢他 然后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 跟他一起的时候 父亲对他也是特别关心的 白天晚上都经常对他进行教诲 就像现在的家长一样对孩子白天晚上做作业 让他学钢琴 学音乐 学唱歌 跳舞 现在的孩子真的很可怜 真的有一些都是他们自己觉得 来到这个世界以后 父母一直逼着 逼着 逼着 然后最后得语语诊 所以有点世界 以前好像学问也没有那么多 但是孩子也比较自由的 尤其是国外的一些孩子 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束缚 以前我们当孩童的时候 每天都是在草地上衣服穿得破破烂烂的 但是很自由的 在蓝天白雨下面 每天在花种里面 你看我都是十五岁的时候 还有连一个拼音都不懂 嘎嘎嘎嘎都不懂 那样的一个世界里 有时候是现在孩子的生活幸福 以前的那些 以前可能很多人也是这样的吧 不管怎么样 这个都是另外话 但是父亲也是日日爷爷叫他 母亲也没有说 我不知道有没有 可能现在一样的 以前也是这样 现在他们说是有一个资料当中显示说 有些国家的离婚率已经到达63.7 就是63.7 有些说是53.7 有些国家38.7 那些国家你们自己分就可以 好吧 反正这个 这里也是只有一个父亲 带着孩子的一个故事 然后父亲天天地教他 时时顺之 妻子孝顺 那样孩子也是特别乖 特别听话的 做任何事情 随顺父亲 而且他也很孝顺的 然后因为受父亲的教会 他的教导 孩子基本上不会犯任何的错误 特别不管是学习也好 平时他的行为也好 各方面都是非常如理如法的 然后后来 父亲就远行 他要出差 或者去很远的地方 暂时不回来 不能时时回来 逐渐逐渐 这个孩子慢慢慢慢忘了 忘失了父亲的所有的教言 然后他犯的错误越来越多了 后来因为父亲一直没有回来 而且这个孩子听到说 这个父亲在外面已经死了 可能不知道什么消息 孩子听到说 长眼死灭 这个父亲已经死了 这个时候他就被提好苦 特别地伤心 一直哭着非常伤心 然后复视起立他就更加叛逆 更加不听话了 因为父亲也没有 他可能心里也是很创伤的 那么小的孩子可能母亲也确实没有 还是不知道怎么 他就越来越不听话了 出亏失心 他就因为有处被迫 有处心烦意乱 然后他的本性已经失去了 这样以后他就完全忘掉了父亲的所有原来的教导 而且这个时候他无所欲为 所作所为的话 藏文当中 所作所为都不随顺 前面不是事事随顺嘛 事事随之 然后在这里 因为他忘了所有的父亲 我们现在有一些没有父母的孩子 确实也是到一定的时候 牛熟儿童的话 从小都是没有父母的爱 整个人的性格有苦疲 有痛苦 各种情况 最后他做任何事情不顺顺 这个前面的比喻就是诽谤 啊 有些人为什么诽谤呢 刚才这个孩子离开了父亲很长时间 而且听说父亲已经不在的话 他就开始我不做的了 这个相当于离开了佛陀很长时间的话 这些众生会大乘诽谤 大乘佛法 这个是中间稍微出现一个他比喻的意义 然后还继续讲下去 然后这个父亲过了很长时间以后 他就从很远的地方回来了 回来以后 儿子也是特别地欢喜 当他回来的时候 他又开始同时想起了父亲原来的这些教导 然后又开始比较乖了 数字不犯了 他再也不会 也是跟以前一模一样的 有了父亲的关爱的话 他不会再犯错误 那么因为得见父亲 他相信父亲没有死 所以他就不明堕立 他自己也不会因为这个而堕入叛逆 或者堕入一切逆行的行为当中 然后诸佛本书说他真正召回了父亲的教导 就是他的教言 同时也是随顺一教而行 那么这个不明诽谤 你看这个地方也是讲比喻 刚才佛陀的这种教言 最后得到以后 众生中间是犯错误的 诽谤的 但是后来他回到了原来的本性 或者认识自己的错误的时候 他又开始不会诽谤 他这个比喻和这两个一直连在一起 那么佛陀下面就告诉这个比喻 这两个比喻和意义进行对比 怎么样对比的话 佛告诉三男子 这个长者相当于如来 刚才这个父亲 这里相当于比喻如来 然后这个可爱的孩子相当于众生 然后宁者 刚才父亲的教导也好 父亲的命令也好 这个就是佛陀的交接 也就是说佛陀的交接 因为父亲在的时候他听话有这个教导 佛陀也是佛陀的交接 圆形的话不是刚才那个人 父亲圆形嘛 这个叫欲化欲化的话 佛陀到别的地方去教化众生 这叫做欲化 然后不见父亲 因为没有见到父亲的话 他这里常灭 常灭的话 刚才那个孩子没有见到父亲的话 好像佛陀已经灭了 或者佛陀到其他地方去了 这里的右处 刚才孩子特别右处的话 实际上是这里的障碧 因为当时听说父亲已经死了 他特别有处逼迫吧 这样的如来也已经远离了很长时间 失去自己的本性 最后自己的相续被烦恼和这些已经遮住了 然后这个时候他不受持原来的行为 他这里的凡戒 比喻 然后常灭呢 常灭是刚才那个 听到父亲已经死了 这个说是利罪 我们众生开始造诽谤佛法也好 造无无间罪也好 然后密立 密立是刚才从比喻身上 他已经迷失了方向 说一些违背的事情 这个就是诽谤大乘法 这两个进行这样对比的 这两个相当于是刚才人的怨行跟中间远离佛陀 我们众生的身边如果有佛陀和佛教 可能我们不会造罪 这样的 但如果我们就像离开了父母的孩子一样 没有善知识的引导 没有佛陀的引导 那众生确实也是诽谤 现在我们现实当中也是这样吧 很多老师有一些邪知识 恶知识 他们经常让其他的众生诽谤 造无无间罪 大多数都是恶有引导的 确实为什么佛教当中 经常远离恶有 远离恶有是真的很重要 因为凡夫人没有什么自己的逐渐 就像现在学校里面的学生一样的 学校里面的学生 他自己没有什么逐渐 只有老师说什么就是他们的价值观 所以我们也是凡夫众生 依靠恶有和恶的环境 就像牛苏儿童没有父亲 没有父母 那跟其他小朋友的行为完全跟他的行为完全有关系一样 一旦他的父亲召回来了以后 孩子的行为也是已经改行归正了 我们也是这样的一旦遇到了佛 遇到了佛代表的善知识 这样的时候我们的行为真的会开始清净了 我看了这以上刚才这个意义和两个之间的对比 这个下面好像只是从佛陀上面讲的 刚才那个孩子的故事可能从这个地方已经结束了 下面如来世尊他是到其他地方去度化众生 然后回来这个时候众生见到他 然后生起信心 知道佛没有灭度 然后佛陀为这些众生宣说 而且他们得到了本性 这样以后不会犯戒律 也知道佛陀没有灭 没有堕入理性 然后随着教言 如理而依靠封信 这样欲利得戒 然后这样最后得到解脱 这个可以称之为不明邦法 这一段可能只有我们从意义上讲 比如说如来到别的地方去的话 众生就非常孤独地造各种各样的罪 一旦如来回来讲转法论 或者说善知识回来转法论 那知道自己的行为没有按照恶知识的行为去恶化 没有这样 可能会从这个方面就讲 这个是 或者我们从 比如说众生暂时失去自己的本性 然后依靠恶知识 造各种各样的罪 但是一旦就像我们《报信论》里面讲的一样 发生不灭的原因 解脱生不灭的原因 最后回归本性的时候 知道原来如来就像不生不灭的 所以他没有离开过 找到了自己本具的如来 这个时候众生也不会造罪 即使造罪很快的时间当中也会得以清净 就像《未生愿望忏悔经》里面 《除罪经》是吧 《未生愿望》 藏文当中也有 汉文当中也是有 最后《未生愿望》全部都是按照有一种 生意的能忏 所忏和忏悔罪业的 本性都不存在的方式来进行忏悔的 所以这样应该是很好的 下面 刚才中间的比喻你们也再看一下 按照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可能是这样解释好一点 然佛告诉三男子 读诵词经典 能消除无量生死 烦恼中恶之罪 确实最好的忏悔 也是读这部经典 听到这个经典 问到了佛陀 见到了这个经典 见到了佛 这个我们经常也引用过吧 其他地方 然后我们受持这部经典 受持佛的身体 行持这部经典的话 那行持佛的事业 说是这部经就是佛事 如果我们给别人讲经说法就是这部经的话 其实佛的事业告诉别人 那么解释经 如果我们理解这部经典的话 那么解佛陀的意趣和意义 这个确实功德也是非常大法 若信佛事 三劫佛义 如果我们真正能信到佛的事业 那就是三劫佛的名义 如此自忍永无烦恼 这样的人可以称之为永无烦恼 何以故呢 得知事经断除烦恼 为什么呢 因为得到这个经都会断除烦恼 就像《反光大庄严经》当中也有比较相同的吧 若有得闻佛 微妙甚深法 受处烦恼 会苦云夜境界 说如果我们听到了佛的名号 或者大乘甚深的微妙法 那很快的时间当中消除烦恼的过患 而且我们的苦云渐渐地全部灭尽了 这个确实依靠这部经典的功德也好 依靠这部经典的利益也是不可思议的 还有《大智度论》当中也是这样说的 说是 众生虽然不见佛 但是治愈佛经 治愈佛法 修善持戒 布施 顶礼等 这样种涅槃的因缘 乃至我们的畜生能种福的因缘 这句话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众生虽然业力深重 没有见到过佛 但是我们幸运的是什么呢 就是遇到了这样的佛经 那么我们现在行持善法 布施顶礼等等 一定会种涅槃的种子 甚至我们像旁生 牦牛 猫 狗 它们也是对这部《圣大解脱经》如果看到了 有时候我们这些小猫小狗不听的话 把这部经典来狠狠地打它 这样它就种下戒除 接触或者说在他耳边就传《圣大解脱经》 《圣大解脱经》 这样的话这些众生也是会得到解脱 这个是非常重要 本来这一段话讲完但是差不多吧 不讲也可以讲到这里吧 好吧 《圣大解脱经》 《圣大解脱经》 确实我想在座的人应该欢喜吧 遇到这部经典 虽然人是少数的 但是也没办法 遇到这部经典还是很有福报的 自己应该好好地考虑考虑 有时候可能我们转生到这样的轮回当中是很可怜的 但有时候遇到这样的显宗当中的悉解脱 悉解脱 闻解脱 见解脱 还有出解脱 意念解脱等等 这部经典可以用 因为它的名字叫做《大解脱经》 谁对它结上缘的话 都能得到解脱的 所以我们以后应该一定要弘扬 每个人都要发愿 以后我只要有机会 这部经典什么时候讲完 我第二天出去要去弘扬这部法 不要说第二天 当天晚上 如果是九点钟讲完的话 我十点钟抱个车就出去弘扬 好吧